你妈妈不是要过生日了吗? 我决定吃鸡汤 两千 给她买一个礼物 我已经调查好了 她喜欢的品牌了 哎呀妈 这么贵? 两千连零头都不高 我妈过生日 可能让你掏钱 嗯 顺便给自己多买点 展现婆婆 我生了一个好老公 哇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社区品店吗? 喂 老公 我到了 我坐公交车来的 嗯 好 哎 你好 可以把这个包给我看一下吗? 这包两万八 你确定要买的话 我再给你呢? 两万八 这么贵啊 这已经是我们这里最便宜的包了 可是这个这么小 能装什么呀? 能装上你的公交卡的 我现在就要看这个包 给我拿下我看看 真麻烦 谁让你摸了? 这个包是不能沾上汉字的 不然就卖不出去了 这个包不错 您真有眼光 您可以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材质 她为什么可以摸啊? 因为我们希望 第一个摸到这个包的 是她真正的主人 看你这个样子 买它的话也挺困难吧? 我带您去这边看看 我们还有很多新款 忍了忍了 给婆婆买礼物要去 这外套婆婆说不定喜欢 替她试试 等一下 这要给你 这是什么呀? 还有头上呀 省得你廉价的化妆品 把你衣服都脏了 你干嘛呀? 这衣服不错 我再看看别的 好的 她为什么没有偷垃圾袋啊? 你还跟人家比 人家又不是坐公交车来的 我充满了 说的好像你能买的气似的 好了 别拍了 脸都拍红了 不嫌脸疼 也别浪费寒数红白腰啊 说说你今天 给你婆婆买什么礼物了 别提了 什么都没买 瘦一肚子 我要多涂一点红白腰 让脸再嫩一点 看她还敢担以貌取人 你老公给你黑卡 可不是让人受气的 对呀 早知道我就把那黑卡 摔在那鬼人脸上 明天再吃一次 把瘦的气 全部还回去 怎么又是你 买不起就别来蹭空调 瞅见了吗? 这是黑卡 谁说我买其他? 脑袭都整成了 不好意思 我又闭店了 大早上你闭什么店? 我们要迎接一位尊贵的VIC顾客 VIC? 不了不起吗? 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VIC就是VIP中的VIP 一个人就能养活整个店呢 能麻烦你站远点吗? 你站在这里 融向我们店的整体形象 你什么态度啊? 你多少钱我就多少态度 我们VIC来了 你快去那个 亲密 欢迎光临 李总 我们专门闭店等的迎接你 给您保留了当季的新品 我去拿来给你看看 不用给我看了 我买东西呢 都在我老婆同意的开心 看她喜不喜欢就好 您夫人来了 她在哪里呢? 刚被你挤开了 真是好巧啊 怪不得一直我就觉得您一脸贵香呢 原来是李总夫人啊 快快 我们楼上请 你的墙头草啊 店里还真是快啊 你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了 对不起李总 真的很抱歉 我不知道她是您的服务人 所以我 那也不是你见人下菜别人的敌人 身在服务行 尊重顾客是最基本的职业道 别以为你卖奢侈品 自己就成了奢侈 你们这家店有这样的店员 以后我不会再来消费 呀 李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这就把他给炒了 炒就炒 我去下一个奢侈品店上办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在所有的奢侈品店 都是VIC 你去哪家 我就不会去哪家消费 看到没有 李总 李总 你妈妈送礼物送她啥呀 再想想呗 要不我们送她一个宝宝 让她当奶奶吧